大家好,欢迎收看佳佳娱乐,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林志玲睡了无数个男人,令她难忘的却是她,最后嫁给了黑泽良平是有原因的,女神的事情真的不一般。 3月23号,网上爆出,林志玲为了生子尝试三代试管技术,非常迫切地能给自己生个孩子,若够顺利的话,林志玲将有望今年生计为妈妈。 据了解,林志玲早在多年前未婚的时候做了动卵手术,看来林志玲早已未雨绸缪了。 今年46岁的林志玲,想要生孩子的话是标准的大龄产妇,她曾说过她想要一对双胞胎,加上现在被传努力被孕, 将来生个双胞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去年,女神林志玲与日本人黑泽良平结婚,在婚礼上说,林志玲幸福的模样就知道她是嫁给了爱情, 如今传出要尝试生孩子一事,看得出来她在婚姻中是非常幸福的。 然而,林志玲之前的爱情经历可谓是非常坎坷,但也许是那么多段爱情才让她明白谁才是她真正爱的人。 在未遇到现在丈夫之前,林志玲承认过爱情有三段,而绯闻还有八段,可谓是情史非常丰富,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情史才让她在兜兜转转多段爱情后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吧。 林志玲曾在《黄子小》主持的节目中被问到有几个前任,她坦诚自己有过三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这三段恋情,林志玲说时间都很长,投入的感情也最多,但受到的伤害也最大。 每个人的初恋都难忘,林志玲也不例外,她有一个交往十年的初恋,至今难忘。 她曾说过大学毕业后就结婚,但最终,这段持续十年的感情还是没有结了果。 林志玲第二个公开承认的男朋友是严承旭,他们这段恋情开始时,严承旭的名声已经非常大, 而林志玲那时还根本不出名,后来林志玲逐渐走红,但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不可调和。 每一段爱情开始之初都是极为甜蜜的,甚至每一秒都想待在对方身边,对方一撵一笑都让人感到快乐。 林志玲与严承旭就是这样,他们相爱之初是非常幸福的,2005年他们的恋情曝光, 但严承旭却遭到了网络暴力,甚至污蔑严承旭为gay,纵使谣言如此令人伤心。 她作为她的女友,却未站出来为对方澄清,也许爱情中的一些事情,做与不做基本上等于爱与不爱了。 这或许是严承旭心寒的原因吧,爱情里需要同舟共济,也需要荣辱与共,这样的爱才会长久。 林志玲的第三段承认的爱情,对象是邱世凯,后者虽是做马桶生意的,却做到了富甲义方的地步,可见商业上是非常成功的。 2005年,邱世凯曾带着鲜花去医院看望受伤的林志玲。 几年后,邱世凯在某节目中自爆,当年底将会与林志玲打婚,一度网上有很多关于他们的结婚照,不过都是合成的吧。 2013年,林志玲在配合新电影宣传时,突然是她目前单身。 这段长达八年的感情,据说最后结束的原因是林志玲不想放下失业,而在家中做全职太太。 也许真正的原因是彼此感受不到对方不是那个真正喜欢的人,所以才找了这么一个借口吧。 看现在的林志玲和老公不识秀恩爱,为了要孩子,拼了命做试管婴儿。 因此,林志玲当初和富商分手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不是真爱。 林志玲作为名模出身,当然除了上面三段她亲自承认的爱情外,其实还有多达八段绯闻。 她之所以被人称之为女神,当然是有着一股女人没有的独特魅力,那就是漂亮。 漂亮的女人当然会吸引更多的男人来追求。 林志玲曾和郭台铭传出过绯闻,他们曾在某次宴会上贴身热物,举止行为异常亲密。 但最终,郭台铭和别的女人结了婚生了子,他们之间的绯闻也成了过去。 林志玲的第二个绯闻对象叫苏典中,后者是一位设计师,媒体曾曝光出他们曾经谈过四年的恋爱。 一度,他们的恋情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但最后还是无了消息。 林志玲的第三个绯闻对象是吴新阳。 2006年,她曾被拍到和吴新阳在一家酒屋和他人一起吃饭,但林志玲被问到及他们的关系时,她说他们是刚认识不久,但是他们的绯闻还是传了出来。 林志玲还和陈永泉传出过绯闻,后者是一名骨科医生。 2007年,网报林志玲和陈永泉已相恋多年,后者在留学时曾对林志玲照顾有加,但林志玲之母说他们父母相熟,而陈永泉和女儿并不是很熟悉。 林志玲的最后四个绯闻男友分别是小他12岁的李志廷,菲律宾富豪蔡志伟,模特丽威廉,以及某个董事长的外甥杨仁佩。 这几位绯闻对象外界都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但都没有得到林志玲的正面回忆。 估计是吃乖群众的一面之词吧。 兜兜转转,林志玲遇到了黑泽良品,嫁给了爱情,如今如此这般恩爱,让人羡慕。 感情的事情是最不可琢磨的一件事,你无法判断你眼前的那个人是你要守护一生的人。 看起来很好,很般配的一对情侣,却会在转眼间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就如林志玲夹起来这多达十二段感情之旅,当然包括她认可的与不认可的,直到经历这么多爱恨交织的过往后,才最终情定黑泽良品。 也许,林志玲就该经历这么多段感情,这中间让她尝试爱情的酸甜苦辣,才是最后她想要的幸福,让她遇到那个她生命中真正对的人。 爱情中的林志玲开始准备为爱的人要生一个他们爱情的结晶,让我们一起祝福她。 关于林志玲丰富的情史,你是怎么看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更多精彩讯息在家家娱乐,敬请关注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